有個外國人就說謝謝! 好像是謝謝你那樣 今天影片開始主題前 首先有一個宣傳說一說 小弟呢 我估計這一兩個月 都會非常旺 應該拍片有一點難度 如果像現在這樣一個星期出一條片 也有一點難度 雖然我已經偷了一點雞 你看我這兩集 字幕都沒有弄的了 真的不夠時間做 心裏有兩個計劃 要是將出片密度減低 不要一個星期出一條 要是不定時出片 不定時出片 其實都很難大家足夠時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想跟回我的影片 想追劇看不到 想想我還是決定 暫定吧 影片暫時不會再上字幕 雖然也有 我想大部份都說可以不用上 有小部份我看到的 不好意思 你們說想要繼續保持字幕 但真的做不到 做字幕 是非常非常花時間的 還有圖你都開始看 冷了一點 雖然都OK 我覺得 還有上面 原本中間紅字幕 這兩集都退了出來 你看到有點不同 儘量保持吧 可能這個計劃是兩個星期出一條 我先推出這一條 下一條 每個星期出一條 兩個星期出一條 我真的受不了我的事 CC在不出字幕 兩個星期出一條影片的情況下 我能否處理得到 如果再處理不到 其實我還是有計劃的 因為你也看到我的影片 現在開始比較少動畫 你也看到我是主要在港為主 我真的有想過 我真的有想過 不做Youtube的話 其實我只說的 其實像一個Podcast 會做Podcast 會比較好 但做Podcast 可能又沒有這麼多人看 儘量不省這些功夫 我儘量想做Youtube 但anyway 暫定這件事 兩個星期出一次片 會是每個月的第一個 和第三個 星期三 香港時間 晚上十點 都柏林時間 如果是冬令 就下午兩點 如果是夏令 就下午三點 暫時這樣先出 如果再有改動 再通知大家 不好意思 真的自己的時間 無法處理 上次片尾已經說過 今集會說 我剛剛回香港 那班航班有些問題 發生什麼事 再說 首先先說一件事 應該今天 你們會開始發現 我的麥克風 錄音的聲音 沒有那麼多雜音 有心聽 少了很多雜音 和聲音 清晰了很多 小弟為了Youtube頻道 買了一支新的麥克風 貴又不太貴 不過麥克風 這樣用得好很多 應該對聲音方面的質素 會提高了很多 聽到是否說聲我知 下面留言 也有一句 儘量多些留言給我 說回 今次回香港 其實開頭我是訂了 Vinnair 分敦航空的 但是 出了票大約兩三個禮拜 Vinnair 已經通知我 回機要改期 開完期的時間 發覺 就不到自己 辦法 最終退票 退錢給我 第一次就再訂票 再訂了寒沙 不過其實最初 來外爾蘭的時候 坐寒沙 其實經歷不太好 食物又比較差 落地下做絕轉機 發達克服機場 做Custom Check 時 它是比較嚴謹的 我用嚴謹去形容 好少少字眼 都觸得很重要 所以這條隊都很長 而且上次過關的時候 都被它 什麼都解僱 身體那些品感袍 都被它 被它按到 叫救命 其實不太想去德國 但沒辦法 也是沒有機 上次經歷是這樣 焗著訂了寒沙 這次轉機時間 比較壞 只有70分鐘轉機 其實訂位的時候 都知道70分鐘有點密 雖然上次沒有用到70分鐘轉機 但是如果知道 都破南航空機場那邊 假期上次暑假 尾巴也有些問題 很多人在這裏 搭飛機 最終有很多機器延遲 所以70分鐘其實都膽膽 但沒辦法 還是沒有其他機器 那時候已經 顧著買吧 好了 最不想出現的東西 最害怕出現的東西 始終是會發生的 第一部機器真的延遲了 也不是準時上機 上到機器 其實都比完定時間 已經遲了10分鐘才算上了 好了 就想著快點開機 沒問題 我都說70分鐘轉機 你遲10分鐘我定得順 上機 我已經很聰明的 一件事 我知道自己上機的時候 問 即轉機的時候 問 我在買機票的時候 特地訂定位置 坐前一點 OK 百多元而已 那程機 兩個小時 內陸機 訂定前一點的位置 就不是很多 百多元的位置 講字 不是歐羅 坐在一個 對著駕駛室的位置 很清楚看到 我上機這麼久 散死室還沒關門 我心已經死了 發生什麼事 我心的死字都還沒說完 就有預告出來了 你知道 例如飛機的預告 即使你是中文 我聽廣東話 機長都是 類似這樣 即使是廣東話 你也聽不到 我用英文說 類似聽到什麼 有Patient 等到Amblance 我心底下 剛剛上機 就有Patient 要下機 算了 你有問題 我也沒辦法 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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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如果緊急 要下機 那 為什麼 白車到了半小時 沒時間 沒時間 等等 不行了 先去廁所 剛剛經過 看到控制 問他 什麼事 發生過 我們有個 Patient 要準備上機 蛤? 上機 你的白車都到了 為什麼還不上來 對 Patient 都遲了 他沒有解釋 為什麼有白車來了 之後 馬上 對 Patient 遲了 他們遲了 不知為什麼 總之遲了 時間錯了 他問我 我不是在菲律賓 去馬利拉 我不是 我去香港 我去香港 這班機 很多人去香港 我也盡力安排 但 最後安排 要等待機器人開 才有預告 我明白你們的問題 我不會去為難 洗手間 坐回來 再等一等 其實已經等到 給完定時間 遲了1小時 最終見到 第二輛白車 終於駕駛了 我心裡 嘩! 第一輛白車 來什麼事? 第二輛白車 第二輛白車 來到 Patient 真的很快 在機尾上了 飛機上 後面也有5-6排位 最終沒有買到飛 把座椅都拉低 給個Patient 連床上來 很快 停車只有10分鐘 大概 搞不完 都遲了70分鐘才起飛 那時候心裡想 唉! 我的機器轉機只有70分鐘 你給我 持續70分鐘 給我 我心裡已經知道 糟了 好了 那班機器起飛 一直很順利 正正常地飛 去到法蘭克福機場 真的給我原定 到達時間 遲70分鐘 已經知道 除非 另一班 要轉機器 會延遲 否則 都應該改不了 那句話還未說完 剛剛那班機器落地 開電話 開電話 我可以開電話 開電話 開電話已經立即收到 Apps 彈出來 We are sorry about that Connectify 不知什麼 唉 即是趕不到那班機器 然後 原本 App裏出了 那班 原本 直接發蘭克福 轉到香港的機器 已經轉了第二班機 我已經幫我 轉了 已經跟兒子說 唉 不用趕了 應該趕不到那班機 那 Anyway 下到機器 在香港 會有人舉牌 即是有些航空公司 有人舉牌 喂 哪位哪位 你如果要轉機 跟我們 或者 哪位哪位 你那班機趕不到 你跟我們 怎樣追蹤 沒有啊 嘗試照 走去 原本的登機屏 去找一下那班機 finally 是不是真的 已經飛了 那 一路走 一路前前後 一堆人一起 一起跑 前面有幾個 後面有幾個 再前面有幾十個 嘩 很精彩 那大走走 還未走得到 二三百米 已經有些 航空公司職員 即是 漢沙的航空公司職員 即是 調頭走過來 說 那班機下閘了 下閘了 下閘了 你們不用趕了 那 那陸續續 那些人開始聚集 即是看到這件事 嘩 原來那班機 原本我都不能去花南福 應該那班機 百多二百人 有三四十人 原來都是準備趕著去 駁回香港的 那大家聚集完之後 說 沒有啊 你幫不了我手 你去找回我們 檔檔的同事 不過檔檔可能關了 啊 啊 那我們怎樣 即是 又沒有人服務我們 飛機上 又沒有預告 怎樣做 又沒有人理會我們 你們又不知道檔檔 現在關了沒有 整件事很精彩 那怎麼辦 那 他走開了 我們就 一行三四十人 準備 周圍找一下 怎樣做好 結果找到幾個 裡面的安全 很精彩 答案 哦 我們都幫不到 啊 那些人都關了門 我關了門 我們幫不到 一陣子就在這裡睡覺 這裡就暖 你走出去外面就好痛 你自己想想 那時候 你叫我在這裡睡覺 那我的機票怎樣 我的行李怎樣 其實我跟著怎樣 安排怎樣 那有些人就嘗試去找 打電話 有些人就嘗試走出去 最終人有幾個空姐走出來 然後 你跟我來 跟我們出去 有十幾個連同我 然後跟著他走 然後他帶我們去職員通道 這裡你們不可以 你們去其他地方出去 然後整群 哇 馬馬叉叉 剷到九彩無奈 有個外國人就 謝謝 好像多謝你 那句話 我看一看時間 喂 那卡塔裏沒有人 我又在想 我的行李 你會不會扔出來 我要跟著一些東西 那我把機票 我又沒有Borning Pass 那我什麼都沒有 其實是否應該出去呢 最終我當過 喂 不是啦 還是要出去 那過海關 出去了 出去了 等行李 等行李的時候 行李帶都去到尾聲 到處找一下 真的沒有自己見到行李 有一個Airtag 在行李行李箱裏面 那個Pretty Shure 我的行李是真的到德國 而看到的時候 我發覺在機坪裏面 應該沒有移過 看看想想想 喂 不對勁 這麼快 有另一堆 有一個其中的香港人 那我廣東話 好像外面 出了外面 行李帶外面 有一個 有一個Launch的地方 不如先出去 那好吧 那好吧 那原來他都是一家人 一騎到八九個人 即是走走走走走 人們已經開始 只剩下八九個人 那你出去 Arrival Hall 那個Launch 或是一些 自由Counter 去看 Counter關了 Launcher關了門 接著我第一句 就說 Arrival Hall 沒有人 想去Departure Hall 即是Check in那些Counter 總有一個人 我猜 你站在這裏 我猜不到 那怎麼辦 那時候又在想 我在這裏住 還沒準備看酒店 其實我心裡已經煩了 好了 那上Arrival Hall 可以怎樣 下集先說 其實已經十分鐘了 我預期 還有十分鐘要說的 這段影片到後面也很長 下次再繼續